我是姜牧师 在菲律宾碧瑶市的亚太神学院 教授中国基督宗教史 在东北有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 在大连我一直在教会牧会 因为我比较爱学习 在牧会的空闲的时间 我就一直在抓住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学习 感谢主我从南京神学院1997年毕业 回到大连牧会 之后又在香港晋慧大学 来完成了一个管理硕士的课程 在之后香港有一间建道神学院 在那里我又完成了教牧硕士的学位 后来也是因着很多的神给的机会 在马兰西亚圣经神学院 又完成了道学硕士课程的学习 在这样的学习过程当中 自己得着很多 直接的受益者当然是所在的教会 因为你牧养教会的时候 不单需要的是信仰 更需要的是学识和见识 最后我也特别的感谢主 因着长老会台湾神学院 给我的博士课程学习的机会 我对牧养教会管理教会 有比较大的负担 这样的话经过几年的学习 最后在台湾神学院 完成了我的教母博士课程的学习 当有了这些学习的吉礼之后 我就愿意在一些神学院 他们在中国都有自己的分校 我就在那里开始一边募会 一边又在不同的分校 来讲授中国基督教史 现代讲道法 以及教会管理学 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接受这样的采访 我们首先要知道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三位属灵的前辈 都是中国基督教史当中 最重要的人物 我们必须要先建立一种历史观 既然是中国基督教史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就要用一种客观 全面公正的历史上的方法 来看待我们所讲的历史人物 在这三位人物出生之前的 大概五十年 在德国 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 Nieter 他说过了一句话 他说视角是所有生活的基本条件 视角决定事实 视角就是一种价值选择 或者是价值判断 任何的事实不是孤立的 都是指向某些带有价值的目标的 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说 我们看待事实 总是先天的会赋予一种价值感 比如说我们的道德理性 我们的宗教意识形态 今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感谢主 因为我们有一种相同的价值体系 那就是透过圣经 我们的基督教信仰 那第二个点呢 我希望大家注意的就是 我们如何看待这些历史人物 在不同的时间当中 他们所发生的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 在美国差不多十多年前呢 有一位很有名的牧者 是Tim C. Keller 他来到纽约 来到麦哈顿 这一片福音的硬土 他要建立教会 很多了解 曼哈顿的牧者 都不看好 我们Tim C. Keller这位牧师呢 他要在这地方建立教会 但事实是什么呢 经过十多年的开墾牧会 他不但建立起了一间教会 而且这间教会当中 吸引了很多的在职者 中青年人 我想Tim C. Keller 很多的牧者都读过 他所写的教会方面的书籍 其中他有一个观点 他说福音要与不同文化对话 特别是要与文化当中的罪对话 要我们这些牧师干什么呢 要让我们这些牧师 让这些文化当中的罪人 看到唯一的盼望 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要用当地的文化的语言 要把我们的福音 要把耶稣基督要讲出来 Tim C. Keller他做到了 这就是今天当我们回放看历史当中人物的时候呢 我们的第二个点 就是要处境化 有了这个处境化 有了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视角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第三个点 那就是即时性 我们谈论历史人物 我们要极其负责任的 作为我们这些晚辈和后辈 我们为什么要讲论他们呢 因为我们有一定的历史史料 而不是凭我的感情 而不是随心所意的来去评价 那接下来最后一个点 我们就是要有一定的联系性 这个联系呢 在哲学当中呢 比较复杂 有五个特征 普遍性 客观性 多样性 条件性 系统性 我们不是讲哲学 但是至少当我们看待这些历史人物了的时候呢 我们要有一种透彻的观念 上下左右里外 我们综合的角度呢 来去看待他们 我在这里呢 称王仔牧师 称尼陀生为尼陀生弟兄 宋尚杰博士 从这个称谓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定的差异性 在这几个人当中呢 王仔牧师呢 他的年龄稍微大出来个几岁 他们的出身背景是不同的 宋尚杰博士 宋尼陀生弟兄 他们出生于基督徒的家庭 甚至是尼弟兄也好 我们的宋博士也好 他的父亲 他的爷爷 都是牧师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出生自然而然的呢 他们的信仰 是毋庸置疑的 那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了王仔牧师 他不是出生于基督教的家庭 他是海军的军官 当他和他的妻子 潘少荣结婚的时候呢 他还没有相信主 他的妻子呢 却对自己的丈夫呢 更是对神大有信心 经过祷告 经过迫切的祈求 王仔呢 终于受到了神的感动 这三个人 无论是王仔牧师 没有出生于基督教的家庭 还是出生于基督教的家庭的 尼弟兄和宋博士 在他们三个人当中 我们清楚的看到了一条主线 那就是圣灵亲自在感动他们 亲自在带领他们 能够让他们呢 完全的相信主耶稣 特别是当他们蒙受了圣灵的感动 亲自跟神建了亲密的关系之后 他们愿意放弃自己手中的 所从事的一切 大家都知道 他们三个人呢 接受了很好的教育 甚至是像王仔牧师 宋尚杰 为什么称他为博士呢 那是在美国取得的博士学位 因为圣灵感动他们 他们愿意放弃这一切 被神所使用 当然了 这里面我们就看 就有一定的差异了 王仔牧师出来 他接受了宣道会 也就是教会的宗派观念 他愿意进入到宣道会 进入到这个宗派里面 更愿意接受这个牧师的职份 那在这一点上呢 我们的尼弟兄呢 就和王仔牧师呢 有一个严重的分歧 那尼弟兄呢 他愿意更加的 从神那里领受恩赐 直接的来建立地方教会 王仔牧师当然 他也愿意尊重尼弟兄的选择 当他们分开之后 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在信仰上的分开 不是在信仰上的分裂 不是在感情上的 你走你的路 我走我的路 而是我们在这里要看到 就像亚伯拉罕和罗德一样 当他们分开了的时候呢 仍然是彼此祝福的 王仔牧师因着神 所给他的恩赐呢 他开始到各地 举行布道大会 不但举行布道大会 甚至是因着宣道会 因着这个宗派的缘故 他来到了东南亚各个国家 建立了中国最早的 一个海外布道团 我们感谢主 而同时我们又看到了 宋尚杰博士 宋尚杰博士是如何悔改 如何跟神建立关系 又是如何在回国的船上 把自己的一切的荣誉 都扔到大海 这是你我大家都知道的 更重要的是 宋尚杰博士 上帝给他的一个感动 是什么呢 他要奋心 王仔牧师是布道家 但是我们在这里说 宋尚杰博士呢 是奋心家 奋心家是什么 就像鲁迅的呐喊一样 要把民国时期 这些沉睡的人们 从梦中呼醒 把他换回 回到哪里 回到主耶稣基督这里 所以宋尚杰博士 他的奋心呢 是很有特点的 他强调 你要认罪 你不单悔改 你要认罪 而且这个认罪呢 是要非常细致的 认真的来认罪 你一条条的罪 甚至是他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21条罪也好 还是更多的罪也好 你不但认出来了 你不但说我要悔改了 你更重要的是 要找到你得罪的那个人 得罪的那个事件 你重新的再把他怎么样 赎回来 再把他挽回来 当面的向别人道歉 欠别人钱的 甚至是要当面的 把这些都还回去 这是他的特点 当然我们在这里 还是要看我们的尼弟兄 尼弟兄呢 我们看到了圣灵 在他身上特别的带领 这个带领呢 就是你我大家今天 作为后来人 我们都看到的 他所写出来的书籍 这些书籍呢 第一本书 当然我们都知道的 就是属灵的人 属灵人 各位 我们一听这个名字 属灵人 尼弟兄呢 他是特别强调 我们人有三个部分 一个就是灵 一个就是魂 一个就是体 我们如何能够通过 尼弟兄的带领 把这个魂 把这个体 属于世界的部分 把它破碎掉 而让这个灵 重新出来 在这一方面呢 当时很多的人 都得到了造就 都得到了帮助 还不要说 尼弟兄 另外的一个恩赐 就是他要建立 地方教会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 在当时 这些牧者当中 我们的尼弟兄 他是脱颖而出的 地方教会 是很成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写了很多 建立教会的著作 工作的在司 圣洁没有瑕疵 教会的正统 以及聚会的生活 等等等等等等 当然了 这里面也有争议 因为他强调 要拿出来 我们在这里不是 强调有正义的地方 而是在这里 要看到 尼弟兄 我们的王仔牧师 还有宋尚杰博士 都是经圣灵感动 就像初期的 使徒教会一样 被圣灵大大的感动 接着彼得 接着保罗 就把这个教会 建造起来了 这是事实 没有合作在一起呢 我们必须要从圣经里 来看到这个答案 也就是说 当保罗出来了的时候呢 整个的教会呢 没有人来接纳他 因为他原来是扫罗 他整个参与了 迫害斯提凡 以及后来诸多的 这些弟兄姊妹的 一个过程 当他去大马色的路上 亲自的听到了神 耶稣基督的声音 他有经历了 眼睛看不见 到看见了 他看见的是什么 看见的就是 主耶稣基督 是一位又真又活的弥赛亚 那这样呢 他来到耶路撒冷 来到了安提 我们所看到的是谁 接纳了他呢 是巴拿巴 由此他和巴拿巴 开始走上了 最具有意义的 初期教会 以及几次不道的过程 那后来我们也知道 因为马可 因为诸多的一些问题呢 两个人也分开了 而分开了 不等于说是什么呢 两个人在信仰上的分开 恰恰是因为他们分开了 保罗 上帝给他的恩赐 才被凸显出来 所以在这里呢 无论是从圣经也好 还是从后来 经历了使徒的教会 经历了教父时期的教会 经历了我们所看到的 君士坦丁 米兰赤令 基督教的极大的转变 教会中世纪 整个耶稣基督 天主教修会的建立 到中国的传福音 布道的整个的过程 我们会发现 每一个人 上帝给他的恩赐 给他的带领 都是不一样的 这三个人 并没有用我们 今天的话来讲 硬在一起 把他们放在一起 让他们产生内卷 产生纷争 产生斗争 就像当年 天主教在明朝的时候 来到我们的中国 传教的形式是一片大好 但是为什么在这里 却怎么样呢 产生了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就是因为 修会和修会之间 耶稣会和多明我会 和方济阁会 他们在中国传福音的策略上 是不一样的 如果硬是把他们放在一起 就会产生更不好的一面 我们把它称之为负面 不积极的一面 这是神不愿意看到的 更是今天回过头来 当我们看这段历史的时候 我们更加的坚信 在这些人物的背后 在历史事件的背后 神他是掌管者 他知道 该让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 就要在一起 让这些人理性的 合理的分开了的时候 就分开 当时也许我们不明白 为什么要分开 如果这三个人 他们在一起 就像后来宋尚节 加入了纪志文的步道团 如果在一起的话 那影响的不会是更多的人吗 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 上帝允许他们分开 允许在各自的领域里面 在事工不同的方面当中 有更好的建树 有更大的收获